我现在切回到HBO的X上面了 各位同学咱们去看一下Mate.js文件 把这个文件打开以后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提前把这三个路径给声明出来了 大家把这三个路径给做一下声明 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这个Message.voe页面 就是这个消息页面 在这儿我已经是提前把这个模型层里边的变量给声明出来了 大家把这五个变量给创建一下 接下来我们去写一下这个回调函数 比如说我们要写的第一个回调函数叫做Unshow 它的这个声明我给写一下 我们要写的第二个回调函数叫做Unload 在这儿我把Unload给声明一下 结尾是加一个逗号 Unshow和Unload先写谁呢 我建议大家先写一下Unload Unload回调函数我们是需要给它加参数了 参数叫做Options 我们在里边先声明一下Ded变量 等于Deds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从这个Options里边取一下这个数据 保存在模型层里边 比如说这块是Ded.id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Options.id 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Options里边啊 去取一下这个ReadFlag OK 如果它的值等于字不串的True的话 然后把这块的这个值呢给它改成是True 否则的话改成是Bor的这个Files 别忘了在这儿我们是保存在Ded的这个ReadFlag变量上面 大家看好 在这儿呢是有这个ReadFlag复值 这块把这个Options给我抹掉了 没关系我把它调出来就行了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从这个Options里边取一下这个REFID 这块呢咱们做一下复值 比如说Ded.reFID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好了同学们 那么三个参数我现在已经是取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就是应该去发送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如果说咱们这个消息啊是未读状态 应该把这个消息呢给它改成是已读状态 好了同学们咱们做一个亦附亦序的判定 在这儿是Ded点这个是ReadFlag 如果这个值等于True的话 就代表说是已读 什么时候是未读呢 举反 它是Files的时候 就是未读 好了咱们赶紧发一个阿甲克斯请求出去 这块调一下Ijax 然后我们传一下这个路径 这块是Ul 那么咱们去调的这个路径呢是 Update and Read Message 然后接下来这个参数呢咱们传的是Post的 再往下 那么提交的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参数的名字呢叫做ID 它的参数值呢就是REFID 我们去取一下 在这儿呢是REFIDOK 那么取出来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回调函数给写一下 这块呢是接收响应 咱们把这个参数写一下 是RESP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回调函数里边的东西给写一下 这个回调函数也没有返回什么东西 在这儿呢我们就直接在控制台打印一下吧 比如说Cancel.log 这个消息的输出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定义 好了这个呢就是把这个阿甲克斯的这个请求啊 咱们是写完了 消息的未读状态变成了已读状态 这个都没问题 这是我们把unload写完了 unload写完以后呢咱们这三个别量不是有参数了吗 对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写一下unload这个回调函数 我们还是先定一下代的变量 它的值呢等于this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改一下这个标题 在这儿呢是调一下这个set这个方法 那这个set的方法传入的参数呢是一个title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是发送阿甲克斯请求了 在这儿调一下这个方法 传入的参数呢第一个是URL地址 咱们这个地址呢是searchmessagebyid 参数呢咱们规定一下 这块的参数呢是post 接下来呢这个地方的参数 参数的名字呢叫做id 然后它的这个参数值呢是dat.id 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消息主体的id 再往下呢咱们这块的参数是一个回调函数 咱们看一下参数的这个名字是resp 响应嘛对吧这里呢我们先定一个result的变量 保存一下这个响应里边返回的结果 这块是dat 然后呢是result OK 那么现在这个返回的结果已经保存下来了 那我就从这个result里边取一下这个发送消息的时间 和这个消息的证文吧 这块是dat然后是sandtime 我从这个result里边去取一下这个数据 这块呢是sandtime 然后再往下呢这块是dat 它的这个变量的名字叫做msg 我们取一下result里边的msg 好嘞 那这样子呢我们算是把模型层的数据啊做了一个复值 在页面里边就能看到这个消息的具体内容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去找一下咱们这个删除文字 给它呢加一个点击事件 这块是chary tape 点击的时候呢咱们是要删除消息 对应的函数呢叫做delete 然后是msg 这个是它对应的回调函数 我们去声明一下这个回调函数 那么咱们把这个方法呢给声明一下 这块是deletemsg 那么这个函数的内容咱们写一下 首先呢咱们还是要定一个dat变量 它的值呢是等于das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是要弹出一个确认的对话框 在这呢大家看一下 我们去调这个函数 会弹出一个确认对话框 这个标题呢咱们规定一下 再往下呢是这个对话框的正文 再往下呢我们去写一下success这个回调函数 它的这个参数比如说是resp 那么怎么判定这个用户是否是点击了确认呢 在这我们写一个一复语据 在这我们是resp 然后调一下这个confirm 用户点击了确认 那么就是这个confirm的值等于true 接下来呢我们去发送一下阿甲克斯的这个请求 第一个参数呢不用说了 还是这个UR路径对吧 在这我们去调的是delete message ref by id 参数呢咱们写一下这块是post的 然后接下来呢再往下的这个参数呢 是我们要提交的数据 在这呢是这个id 它的这个值呢应该是dat里边的这个ref id 在这我们去演一下ref id 我们是根据ref id呢去删除ref记录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写一下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呢咱们声明一下 参数呢还是要正常写的 这块呢是resp了 接下来这个回调函数的内容咱们给写一下 是因为要删除这个数据吗 如果删除成功以后呢 咱们是要弹出这个面包屑消息的 那么这个面包屑消息的这个图标呢 咱们看一下 icon它的这个值呢叫做success 因为成功删除嘛 那么接下来它的这个title啊咱们规定一下 当这个面包屑消息啊 这个播放结束之后 那咱们就是应该把这个页面进行后退 那么各位同学咱们把这个代码给写一下 怎么进行这个后退呢 我们去调一下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navigate back方法 那么你调这个方法的时候是需要传这个参数了 这个参数呢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值比如说等于1 好了同学们 这块呢是进行后退 这个后退到上一层页面 最好咱们加一个延迟 比如说延迟一秒钟以后 进行这个后退 那我就是设置一下这个定时器为 set timeout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参数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的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匿名函数 那我们把这个进行回退的代码 写到匿名函数里面 那么它的这个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延迟的时间 比如说延迟一秒钟 那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代码呢就算是写完了呗 我现在呢把这个小程序啊 给运行起来了 在这呢我点击一下 大家看一下 跳转到这个消息列表页面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消息列表页面的内容吧 因为我已经提前做了一个测试 在这呢 第100条消息的这个状态 是由这个未读变成已读了 你看这个小红球已经没有了 对吧 那我现在呢选择的是第99条这条消息 点击一下 大家看一下 能看到这个消息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回退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小红球是不是没有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看一下98条这条消息 点开以后 我想把这条消息删除呢 行不行呢 我就点击删除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提示的这个对话框 问我是删除还是这个不删除 就点击确定 我想删除这条消息 大家看一下 删除成功 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就跳回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的编号吧 在这是99条消息 这个位置是97条消息 看来呢98条消息啊 真的是删除成功了 既然说我这个程序没有问题了 那同学们是不是测试一下你的程序啊 这节课的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收尾的工作要做一下 同学们把这个Pages.json文件打开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创建了这个消息列表页面和这个消息页面嘛 那这两个页面的标题我们并没有去设置 所以在这呢 我们把标题给设置一下 这两个页面的标题啊 这两个页面的标题啊 分别是消息列表 另外一个标题呢 叫做消息详情 因为在这个Message页面里边 GS代码还可以动态的修改这个标题的文字 在这儿我们设置的这个标题啊 无非就是一个默认的标题文字而已 好了同学们 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虽然说这节课的代码呢 我们已经写完了 但是有一个小的问题呢 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 就是用户登录成功以后 进入到首页 看到的这个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零条 虽然说我们在这个MongoDB里边 有100条未读消息 但是进入到首页以后 展示的这个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零条 我们等待了五秒钟以后 第一个轮询请求发出去 才会得到这个未读消息的数量 然后页面里边显示 我有100条未读消息 那这个体验呢并不是太好 这个问题呢改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就是进入到Index页面以后 咱们就立即发出一个轮询请求 不需要这个等待五秒钟 立即就把这个轮询请求啊给发出去 那么后端这块的这个代码呢 改起来也比较简单 比如说呢咱们现在看一下 user service ampli这个类 我现在把这个类打开 原来呢我们在这个login方法里边啊 写了一个接收消息的代码 那现在既然说进入到首页 就立即开始发轮询请求 发轮询请求的话 就是接收这个消息了 那我就不需要在这个登录的 这个过程里边去接收消息了 也就是说用户进入到首页 就会发出一个轮询请求来接收消息 好了同学们咱们把这句话呢给注释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去找一下index这个页面 找到这个页面以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其中的这个on show回调函数 在on show回调函数里边呢我们设置了定时器 每隔五秒钟啊发出一次轮询请求 第一次进入到这个index页面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等待五秒钟 这个轮询请求啊才会发出去 所以各位同学呢咱们把这个定时器里边的代码啊复制一下 咱们去找一下这个unload的回调函数 在这个unload的里边呢我是把这个语句呢复制粘贴过来 就是用户只要进入到index页面 那么咱们就去发送一个轮询请求 去查询一下用户的这个未读消息的数量 就这么一回事 各位同学把这个代码保存一下 我们做一下调试吧 我现在呢把这个小程序啊给运行起来了 咱们走一遍这个登录的流程吧 点击登录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呢马上显示的是97条未读消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不是说在这进来以后看到的是零条消息 然后等待五秒钟以后才会出现有多少条未读消息 现在这个代码调整以后 我们只要进入到首页 就能看到这个未读消息的数量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吧同学们 那么你把这个代码给修改一下吧